将夜中的九徒和屠夫谁更厉害 九徒和屠夫是将夜世界维尔存在了数万年的人 也是维尔经历过永夜的大修行者 九徒在境界上无惧亦无量 而屠夫修的是类似魔宗功法 境界天魔接近不朽 如果这两人打一架 谁会赢呢 浩天降落人间后 首先找到九徒和屠夫 九徒见了浩天大惊 连续使用了七天的无惧神通来逃避浩天 就在他以为把浩天甩掉时 浩天顺身而至 并且一口喝掉了九徒酒壶中所有的酒 把九徒吓得直接投降 后来与蒋经首座在玄空寺联手大战里 慢慢与君末 因为怕死不愿受伤 终究是蒋经首座扛下了所有伤害 原文说 九徒已经领悟了浩天世界最高深的时间与空间规则 且如果单论对这些规则的掌控 即便是佛宗的开创者佛陀也不及他 九徒的无量能让他的酒壶存入无数的酒水 且酒壶里每一滴酒都蕴含着不可承受之重 可熄灭浩天神灰 世人都认为九徒是九徒的本命物 但九徒的本命物 其实是九徒中存放的无数把宝剑 这些剑经历烈酒洗涤数万年已经非常锋利 书院灭西林之战 宁缺以不要命的换命打法 让九徒身体遭受重创 甚至还一拳轰断九徒手臂 最后是宁缺配合虚弱的浩天 再加上潮小树体内的那道柳白的大核剑意 才将九徒彻底击杀 九徒刚死身体就迅速风化 九徒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非常怕死 虽然小说后期说九徒是天下第三高手 但九徒在能力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首先九徒因为怕死 所以胆子非常小 没有百分百把握的情况下 只会跟人游斗 战斗中缺少拼劲 其次九徒的身体非常脆弱 几乎不能受太严重的伤 比如贴身肉搏的拧缺 都能数次把九徒逼入死地 反观徒夫就完全不一样了 原文说 徒夫每天都会拿着重弱小山的徒刀 挥砍数千斤 这个习惯持续了数万年 因此 徒夫的刀在修行界是一大传说 徒夫的人很强 甚至应该是世间最强 而他的刀比他的人更强 虽然原文都说过 九徒和徒夫胆小怕死 但徒夫真正怕的似乎只有浩天 对待书院和道门之人 徒夫状态拉满从未有过任何害怕 甚至在得知书院杀死了九徒后 面对榆帘和君墨的挑衅 徒夫不仅没有向书院妥协 反而声称要杀了两人为九徒报仇 书院灭西陵之战 徒夫以一人一刀 阻挡数十万大唐联军 一刀挥出 原文说 即便是柳白复生 也无法应接这一刀 冠主也不会想应接这一刀 除了柯浩然 从来没有人能应接徒夫的刀 说明徒夫不仅仅是身体防御极强 能硬抗宁缺射出的原石三剑 攻击力也是柳白大合剑的水平 最后一战 于连与君墨联手大战徒夫 两人使出浑身解数 结果君墨左肩受伤 并且没有一滴血流出 种种迹象证明 即便是他们联手也杀不死屠夫 最后于连把整个书院搬来 才堪堪将其困住 综合对比一下 九徒速度极快 攻击也算比较强 但是胆子小 身体素质太差 而屠夫只有速度不如九徒 但身体素质强横 攻击力与防御力全部拉满 胆子也远比九徒更高 因此 如果问九徒和屠夫谁更厉害 个人认为 屠夫的综合实力更强 更难被杀死